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 这条片在一节时事跟踪 我想和大家跟进李家超不去APEC这件事 另外,亦想说一样蜂魔大陆小孩的玩具 而由这件玩具反映出大陆人在习近平统治之下是疯狂成点 不过进入正式议题前,也是这句 希望大家记得支持《和理汉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另外,如果有广告,希望大家支持我们 言归正传 昨天我出片说李家超假假不去APEC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 叫劏访波代表他 我出片说美国应邀请香港这个地区 而不是邀请李家超、超公公本人 如果超公公自己说亲身出席 真是不排除美帝到时会玩他 例如说他正被美国制裁 所以不准入境 于是中共为了不想影响中美关系 不想影响习拜会 这样就叫小超子扮不得闲 免得多身之设 不去就算了 谁知道超公公说他自己不去APEC 跌落地拿回杂沙 又引起很多外国媒体的嘲笑 而今天中共外交部和香港特需政府都一起表示 说美方是邀请李家超本人 是李家超自己不去APEC 那即是美方彻底投降 明知李家超正被美国制裁 仍然被李家超大摇大摆去美国 即是美国制裁令是废的 今天香港明报真是不删性 难怪中共官媒大公文媒要对付明报 明报竟然向美国国务院查询 明报所得的回复 是邀请咸发给作为APEC成员的香港 即是不是邀请李家超本人 喂大佬 那现在谁说谎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还说 欢迎劏访波去APEC 但美方重新表明 参加APEC的人士 必须遵守美国法规 其中包括制裁在内的法规 即是如果李家超说他亲身去APEC 美方真的不排除弹他钟 叫他回家 美国APEC的高级代表 麦里亦向美国传媒表示 有个别APEC成员的领导人 是被美国制裁的 OK 现在问题来了 香港中共和美帝 谁说谎 我的分析有三个可能性 第一美帝说谎 美帝自己自动投降 不敢动超公公 但又不敢直认 大家觉得这个可能性 机会大不大? 第二 香港和中共外交部一起说谎 因为觉得小超纸 跌落地 那扎沙 太肉酸了 皇上的奴才出丑 只是皇上没有面 所以说谎 第三个可能性 是中、港、美、三方 都没有说谎 三边都没有说谎 是因为邀请信上的上款 收信人是给李家超的 但信件的内容就是邀请香港 这个APEC成员地区 大家觉得第三个可能性 机会又有多大呢? 不过这样 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我无理由不信皇上重信的超公公 大家想想 一个练葵花宝典的人 不会说谎 所以我宁愿选择相信超公公 亦因为我相信超公公 所以我在这里呼吁 不止呼吁 直接哀求 我哀求超公公 你一定要回心转意 一定要去APEC 你去APEC会议 对香港很重要的 你今次摆一摆款 美帝知错的了 知惊的了 你真是去APEC 拜托拜托 拜托 各位 为什么我这么紧张呢? 大家想想 现在习近平皇上 都低声下气 去三藩市见拜登 王毅和王毅一帮中共爪牙 现在天天唱 说中美一定要收好 现在白卡皇帝 接见美国加州一个年轻州长 也不敢摆款 笑面形容人 哈哈 看起来真的有点辱骂 你香港一个小小的特区特首 还要是皇上 阴点的一个 宫廷男性 喜居照顾员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人呢? 你现在摆款不去APEC 你没事呀 皇帝去美国和 去哄老板 你一个这样的奴才 发小姐脾气 白人有空不去 如果这样也可以 那习近平皇上还有面? 真是恶奴欺主 奴才威国主人 是不是这样? 我没什么害怕 我最怕皇上惹起来 惩罚香港 香港人就惨了 到时可能立完二十三条之后 再立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 一路立下去 一路日立到不知几条 然后每年立一条 香港真是仆值了 再不然 就叫香港背着十万亿国债 我问你死不死 所以超公公 你也是原谅美帝啦 快点回复 说你推了三姑六婆的约会 现在有空了 可以去APEC 扫下你的流利英语啦 顺便 去向皇上请安 对你的前途有利呀 还有呀 还有呀 要提醒你呀 你叫劏房坡去 不行的 劏房坡不行的 皇上最真劏房坡这些资本家 皇上经常都说 房是要来住的 不是要来炒的 而劏房坡这些资本家 他还是地主 剥削穷人的劏房经营者 你说皇上怎会想和他合照呢 而且劏房坡以前是六八九梁振英的男子 皇上很明显不喜欢六八九的啦 自然也不喜欢见到六八九以前的跟班的 那现在劏房坡即是没有跟六八九啦 可能呀 但是阿波始终都做过六八九的男子嘛 所以这些人呢 是不应该出现在皇帝面前的 免得睹眼睹鼻啦 皇上这么辛苦 你还找东西睹眼睹鼻 不是呀 说到尾 都是超公公你自己去APEC啦 喂香港人你不要再摆款啦 我觉得香港人应该联署要求 超公公亲身出席APEC救救香港 如果香港人现在再没有 联署的自由 外国的香港人 都应该发起这个行动 大家一起劝一下公公 好了第二单新闻 在上海这几天 有很多年轻人出街 慶祝万圣节 而那些大陆的年轻人 当然就有扮鬼扮马啦 而过瘾的是 大陆的年轻人竟然非常大胆 大胆到去扮一些 讽刺当今白鸽皇帝的人物 有人扮小红为利 有人扮老讯 大家知道老讯现在 是大陆的禁忌人物来的 不可以怎样提 香港的图书馆都收了老讯的书 有人在脖子上掛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扑截的走势图 然后另一只手 拿着一棵狗菜 有人更加扮封城期间的大伯 不可以说这些年轻人 不是扮鬼 直接在弃弄皇上 网上流传 上海巨鹿路已经被警方封锁 而在网上说上海万圣节 又或者巨鹿路 已经成为禁忌词 无法直接搜寻 我看过网上的影片 扮围尼的人 真是很多 有人甚至简单的用张纸 打印小红围尼的样子 做面具 已经当是扮了 已经出街 更加有人简单的 在身上挂满白纸 而扮大白的人 又是拦截 没有戴口罩的人 说他们没有戴口罩 又可能叫他们厌核酸 真的挺有创意 和挺有幽默感 这也不止 还有人扮蔡英文 暂时上海警察 还没有什么特别的行动 人多聚集的地方 附近的地铁站 被关闭 当然 扮鬼扮马之中 也有些人扮一些近期 比大陆人特别厌恶的人物 例如 大货网红 李佳琪 拿英 还有战狼 吴京 吴京都被人笑 而一般扮鬼 只是找鬼看 现在普通扮鬼 没人理解你 想找人跟你合照 你也挺难 扮鬼 这么简单 根本你扮一个中共官员 已经是鬼了 大陆其他韭菜有什么反应呢? 大陆有些媒体说 万圣节是洋人的节日 指责年轻人 崇洋美爱 但也有人说 万圣节已经没有东方西方的含义 也没有宗教成分 让年轻人发掃一下 释放一下工作压力 我觉得这样 可能也有些年轻人 想释放一下 没有工作压力 因为很多大陆年轻人 都没有工作 而最鼎印的是 《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胡锡进 就说 万圣节已经中国化了 所以他呼吁社会 给年轻人多些无拘无束的空间 哇 中国化了就没问题 难怪白卡皇帝这么努力 将希特拉和纳水主义中国化了 中国化了就没问题了 原来这么简单 大家不知道 这宗新闻很厉害 英国BBC 美国 《纽约时报》也有大蝙蝠报道 有上海市民和《纽约时报》记者说 中国人受救了 我看过这件事 我忽然有几点的看法 第一 如果香港年轻人 这样出街 扮鬼扮马 还是讽刺皇帝的 香港警察 拉不拉 拉了 告不告 大家说呢 我忽然这样想 香港年轻人的自由 可能比上海人还要少 香港如果公开办为利 相信也挺麻烦 第二点 启发是 李克强刚刚死了 大陆人又说悼念 现在第一时间出来狂欢 发泄 其实大陆人说悼念李克强 是对习近平不满 你猜真的很怀念李克强吗 中共被那些年轻狗菜发泄一下 不用三天 全大陆 很快已经没人再记得李克强了 第三点 启发 是中共为什么又容忍这些年轻人呢 中国人庆祝洋人节日 用什么搞出颜色革命呢 习近平思想有说他容许 庆祝洋人节日的吗 有人说中共这次是隐蛇出董 遲些就会秋后算账 但是我其实不同意的 我觉得中共这次不动手 是因为想哄回美帝 然后哄完美帝就再哄回西方国家 习近平现在 就很想说给全世界知道 中国又开放了 中国又恢复活力了 就等那些没脑的外资回大陆的市场 快点投资救救中共经济 所以现在习近平 唯有啦死忍不会动手的 你说事后找几个人出来祭旗呢 可能都会的 但是这个什么隐蛇出董 一网打尽 不会啦 我都说了 中共现在是宽祥女子 想哄老闆 帮他清点卡数 现在当然是收敛一点啦 扮一下温柔啦 是不是 还敢乱发脾气吗 不过 香港年轻人 大家不要有样学样 情况真的不同 香港的情况不同的了 香港是有一班人 靠打压香港人 找食的 他们要不停跟白鸽皇帝说 皇上 香港现在很危险很危险很危险啊 日日有人想造反的 美帝英帝 欧加日韩帝 常常想搞颜色革命的 香港放松一点 都马上大乱 所以 撥少点钱 打压香港 不行的 撥少点钱给他们 都会危害国家安全的 这些 就叫做养扣自重 扣就是流扣 土匪流扣的意思 香港人是这班伙子的要钱书 如果香港人有什么出位点的行为 就等于帮这班伙子 找多些收入 所以香港人无谓 怎么这么笨 第三单新闻 是大陆现在很流行玩一种塑胶刀 叫做罗伯刀 这把罗伯刀就是片中所见的物体 简单来说 只是一把可以接合一起的塑胶cutter 是塑胶做的 而这把塑胶刀近期在抖音爆红 因为大陆和台湾的年轻 现在流行玩这把刀 是怎么玩呢 是你捅我 我捅你 基本上 刀是不锋利的 但是它是尖的 大家明白了 用尖的东西去捅人 是会痛的 亦真是会伤的 如果你让我用 我有方法 15秒内 放下一个和我体重一样的人 令他满面鲜血 这把塑胶刀不止大陆流行 连台湾都有年轻玩 台湾已经有两家小学出事 所以现在台湾的新闻 是不断说如何禁用这把刀 搞到大陆和台湾的教育界十分紧张 更大事的是 如果小朋友用这些刀去护统 可能塑胶刀 捅不伤 但是大家因此打起大胶 以后就更加多麻烦 多守美 而大陆 更加有很多学校附近的店铺 是大卖这些萝卜刀的 大陆的教育界就说 这些所谓玩具 是激发潜意识的暴力倾向 有人说近期他的子女刀不离手 有人亦说他的子女 用刀来捅着老爸老母 好 我就觉得这些父母 好好学习习思想 学习习近平思想 他就不会用刀来捅你了 大家真的想不到 这些萝卜刀的包装是怎样呢 印了一句宣传句 就是看谁不爽就捅一刀 男女通用超级减压 简单来说 就是用刀去捅人 然后令自己减压 这样也行 有大陆人说 小孩子现在玩惯这些刀 是有肌肉记忆的 将来大过 可能会用真刀捅人 这一点我有发言权 大家可能会知道 我小时候学功夫的 我11岁开始学功夫 就是对一些兵器有肌肉记忆的 例如双子棍 我一年都没碰过 不过现在我六十多岁 仍然可以掌握一些竅门 一拿上手 我勉勉强强是可以撒到的 另外 长棍短棍 我现在随时拿起手都勉强是OK的 这些就是肌肉记忆 不过这样 有肌肉记忆 不代表一定会用武器去创人 对不对 如果你生活在一个 相对和平善良的社会 你为什么要突然去杀人 什么懂得用刀杀人 就一定会做 什么一个人没有自制力 问题是 大陆这个社会 是宣扬斗争 宣扬仇恨的 我出过几条片去分析这个问题 一个靠人民互斗 反卖仇恨 去作为统治手段的国家 这些玩具就真是危险了 怎样 看谁不爽就统一刀 我怎么知道你大陆的哥哥姐姐 什么时候不爽 我又怎知道怎样令得你爽 一不爽就统我一刀 那你叫外国人 怎能和这些韭菜相处 这才是可怕之处 不过这也未算最可怕 更可怕和可笑的是 有不少大陆人竟然拍片上抖音 说这些塑膠刀 是汉奸发明的 目的就是要毒害 中国的下一代 是别有用心的 这些人说敌对势力 要瓦解一个民族 不用用暴力 只要用思想和意识形态 就可以毒害下一代 其实这些哪是思想意识形态呢 这是一种玩具 再说 由头到尾都是你大陆人发明 你生产你制造的 而问题严重是 所谓这些家长 不止是一两个人 是一大群人 当然了 明眼的人也看到的 这些片 很可能是薄流量的片 不过由此亦可见 中共这个民族之可怕 就是什么都可以说外国势力 总之外国势力 就是要屠毒中国十四亿 这种必定是人家有错 自己永远没错的想法 也是大有市场 很多人相信 这些民族 才真的没有前途 而这么巧中共现在经济不好 现在是被阴干之中 习近平唯有发展军国主义 去转移人民的视线 而再加上长期被洗脑 自己便秘都说外国势力 别有用心造成 你说这样的民族 可不可怕 可不可笑 而昨天我出片说 说未来的半个月 我可能没有时间 一天出一条片 只能够一有时间马上出片 现在就是一有时间马上出片 到了11月中 应该回复正常 这里再和大家说多声 来到这里 就这句了 希望大家继续收听和理看天下 在这条片下 应该有超级感谢的符号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